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也想和司长说他们对我说 希望反映给司长他们现在上班的压力非常大 他们很多时都有情绪的压力、焦虑和抑郁 最近圣公会出了一个报告也说到这个问题 也很希望司长在跟他们游说谈谈 那个调整薪酬的过程之中也很希望 减低所谓的无意思的压力 尤其是那些评论文件做错一点点 就存在一大堂然后就解雇了 这就是这样的结果 我希望司长可以做多一点 这方面可以和我们分享 再来就是我想和司长说 刚才关于你回复 关于博企那里 你都没有讨论 究竟你会不会游说 你可以说会 也可以说不会 我不管那班人的了 就是中央公务员有得调整 他们无得调整的了 食西不风的了 关于你所说的 有些什么就可以转介给你 不要忘记的 我们有黑名单的 因为如果他做错 以后都不能在六间博企那里做事 那些评论文件呢 司长 评论文件不是构成一个违法 或者一个压力 怎样去证明呢 就是他有 他存在存在 应该你们主动 究竟问他们六间博企呢 有多少员工 是受到多少个评论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评论文件呢 就是这些是你们要做 再次修改努工法呢 我都很希望呢 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因为全澳门都有 夜间津贴和轮班津贴 唯独他们没有的 所以刚才我和司长说 廉价努工待遇差 是不会有好的经济 推动的事业 这就非常确保 哪种 区的监制 或者刑传 или击 哪种 受到医生 。